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资料表的呈现方式 跟资料图呈现的方式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比较 例如说在这里我想要画出逐别 各逐别的人数 各逐别的人数 所以我先把范围选好 这个总计其实不需要的 当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如果说你把总计加进来 到时候是会让有一个栏 有一个栏会变特别高 这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插入以下的资料图 资料图是最容易让我们看懂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资料表跟这一张统计图之间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像这个绿色是不是最高 可是如果当你今天去看 这样子一个资料表的时候 你可能没办法立即的观看到这件事 这边代表什么 阿美族在都会区的人口数字最多的 大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而且是不是一目了然 通常你在看资料报表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可以看到图 他立即得到的一些资讯是这样子 那像例如说 他其实阿美族在平地乡也不少 人数也不少 那应该这么说 阿美族他分布在 就是以台湾原住民人口数来说 应该他是最多的 目前要看到是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这边大概可以发现 如果原住民族总共有53万 其中阿美族所占的比例 应该是相对是最多的 因为这边差不多就有快20万的人口了 快20万 所以阿美族应该是在原住民族的一个比例上面 是最高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呈现这样一个资料表 我觉得至少也应该按照人口数来去做一个排列 那请问要依照什么人口数 是不是都会区的大小 因为都会区是不是最高 这基本的一些逻辑性 我都希望说你能够加入到你耳后 在制作图表上面的一个参考